做十八次就夠了 就已經齊了腳 真的可以巡迴 可以跟老蕭說一下 找個時間 譬如星期六日 這些時間分開六十八區 每區做的時候 又可以講一下,又可以招募一下 又可以搞一些花神 讓年輕人有興趣就立即報名 因為好像這一次 我們義工會 一開會,那些人又會聚在一起 然後燃起大家的興趣 和討論 所以我想,如果在當區 去做這些宣傳活動 可能效果更加明顯 其實我早前也跟你們 提過一下 你那個維園行動 你可以下區 不只是 在維多利亞公園 才有維園行動 你可以在十八區裡面 都輪流搞一些維園 讓每一個區裡面的年輕人 支持你們的朋友 都有個機會下去 容易參與 很貴的車費 你可以在天水圍來維園 來回車費,幾十元 配合城市論壇 他接下來都會社會去 好像今次公展會 去了賈兵達道,即九龍城 做戶外直播 接下來下星期好像是去理工 如果沒有記錯,謝智峰說 下星期應該去理大 他永遠很少去沙田 沙田也是 很少去新界 除了中大 除了沙田 荃灣都好像沒見過他來過 天水圍元朗更加不見 更加難 讓我跟謝智峰表達一下意見 十八區去了 接下來他也有一個巡迴校園的構思 即是理大 然後上次又試過中大 甚至乎可能去一些中學 我母校拔萃藍書院 都好像是其中一個會到訪的校園 所以接下來2011年 城市論壇將會不止在維園出現 即是真真正正正做到走入校園 亦都希望多年年輕人可以參與 以及喚起他們對於政治 或者時事議題的討論 所以我們可能維園行動 都可以配合城市論壇這個動作 我們試試在不同區分製作不同的活動 希望如果有興趣參與的年輕人 尤其是你家長毓民踩場這個節目 好像變成你那個網上最大黨的 有台的節目 毓民聽點 我們先回來毓民踩場 聽眾以為開錯咪 轉錯台啊大哥 真的 毓民都很支持 如果有看到短片 或者錄音會議紀錄 其實都應該聽到毓民的訊息都很清楚 即是社民連也好 選民力量也好 神州青年服務社也好 以及前線也好 我們四個組織其實真的會並肩作戰 以及今次2021區議會選舉 希望真的令到選民知道他們是有多個選擇 不用只說沒有民建聯 即是不想投民建聯 就一定要投民主黨或民協這些 不是的 即是希望盡量給你多些選擇 因為這個就是民主精神 即是選民才是最大 你那一票呢 就有權選你的代表 進去議會幫你議事 所以千萬不要看自己選票的力量 還有如果可以參與 真的出來參選就最好 沒有辦法的話 都盡量叫親戚朋友 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與我們這個行動 即是無任歡迎 不單止剛才大舊說 有商連的區域固域固域也好 就容易些開始 就算如果你自己不想在自己的區域 就更加可以選擇別區去做 我們都會有很多的安排 希望盡量符合你的那個想法 還有如果你想去哪裏 我們都盡量安排附近 或者當區的 即是熟悉當區的朋友可以幫忙 因為譬如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都在密識中 譬如說如果未必是做自己住 或者自己上班 或者相熟的區域 可能都會找一些地區工作 比較紮實一點的朋友 或者黨友 就幫忙去第二區做些地區工作 還有我想提一提 剛才說到梁子民的辯論和投票 就會在這個星期三 在星期三 即是後日就是 所以大家可以 立法會大會 是的 大會那裡的直播就會看到 還有星期三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政府會正式 那個本地立法的政改 就會提交 其實那個內容 早前有些報道都說了 那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簡單會講講 這個本地立法的政改 這個偽政改的方案是怎樣 看看在民主黨出賣了選民 出賣這個良知 民主黨投共之後 那個政治政制的發展 是需到什麼的地步 那待會回來 我們會簡單描述 還有都會聽電話 我們的電話是5395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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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休息一下 回到第三節 我們這一節聽電話 因為電話旁邊有聽眾 但是 未接聽眾的電話之前 就要跟大佑說說 就是 其實禮拜三 都有一個偽政改方案的 手讀 這個技術性 就相當之強 我想有些聽眾看 那個新聞報道會 未必掌握了那個細節 就那個政改方案 兩個主要的部分 一個就是立法會的組成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特首的選舉 特別那個選舉委員會 1200人的組成 立法會那裡 大家都聽了很久 就是一個新的改變 就是多了這個十席 由這個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 而那十席呢 五席就是功能組別 就是這個區議會 這個超級議會的選舉 就是全香港一個大選區 五個議席 是吧 那個提名門檻呢 就就是 很多網民都很熟悉的了 什麼高什麼低 多謝楠為兄 那政府呢 就新建議就是 其實都不是新的了 早前放風都是 說是十五個區議員提名 還有指定呢 要是現任區議員才可以參選 那這個那個門檻 還有那個關卡呢 是極為這個苛刻的 極為這個嚴謹呢 導致到你民主派那個提名 還有那個參選機會呢 是越來越少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主要只有三個政黨有 就是最有機會提名的 一個就是這個民建聯 一個就是工聯會 一個就是民主黨 是吧 那民協被我們追擊之後 都不知道有沒有十五個 剩下的 是吧 而你這個 民協都不是民主派 是吧 另外你公民黨 選不選到十五個 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民主黨都講明呢 如果他們有剩餘額呢 他們會幫他們提名的 但是這個都要你公民黨 參選的人 要是區議員 是吧 那所以 我都多次提這個分析呢 超級區議會的五個議席呢 基本上都定調的了 工聯會一個 民建聯一個 民主黨一個 如果公民黨有機會提名的 就是公民黨一個 五個已經四個分了豬肉 最後那個就是中聯辦決定 是吧 就是到六點鐘 他們到時看看那些選票 工聯會和民建聯救票 就是 搭誰就誰贏的了 所以那五個議席 三個就是保皇黨 是吧 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被民主黨和這個公民黨分了 那至於那個地區的 就是新增的五席呢 就是現在就 就是都不知道去怎麼分 是吧 那有一個很荒謬的建議呢 就說這個新西呢 就是最多呢 只可以只有九席 那新西當然有八席啦 因為你由三十席去到三十五席呢 用香港七百萬人口計算呢 就是平均每二十萬人 就是左右左右呢 就應該有 就是一個二席 那但是你實際看回呢 新西有這個二百萬人 那如果你照的人口比例呢 那新西應該有十席 但是他透過這一次的法例的訂定呢 的修訂呢 就是規定新西不可以多過九席 他立法設了上限 不可以多過九席 是吧 最少的區就五席 那所以這個九東九西都會有五席 是吧 那但是新西就定了這個九席 那這個很荒謬的 因為你選民選舉 選區的劃分呢 如果你是用人口作為一個的因素呢 這個人口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則來的嘛 你怎麼可以突然間 好這個 就是主觀的那樣 很極權的那樣 啊你這個區不可以多過九席 這個邏輯在那裡 他就說哇 如果你多過九席呢 你第十個 就是第十個位選到的呢 代表性很低 他說拿不到這個 就是 按金拿不回來 按金拿不回來 這個按金可以改的嘛 大哥 你除了選區那個改變 人口的改變 是吧 議席的改變 你那個的按金都可以收定的嘛 那所以就是 這個 政制事務局那個的處理做法呢 明顯是針對性 因為他擔心如果 新西西給十席的呢 他怕社民連拿到兩席的 是吧 那所以就是很明顯呢 他是基於政治操控 和那個選舉結果呢 來這個 定定有關的條件呢 令到這個保皇黨 那個當選機會呢 是這個最好 因為如果你一個區十席的話呢 一來會 就是那些議席多到 和那些參選人士多到 亂到呢 這個中聯辦 都未必控制到 是吧 你越亂的話呢 參選人士越多呢 中聯辦操控的能力相對的又低的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來減低 那個混亂性呢 令到中聯辦 共產黨那個控制呢 是可以去到最高的那個 層次 也是最大影響力的機會 好 那裏還有什麼呢 除了那個 那就是區議會 就地區那裏看去怎樣 那很大機會就是 新西九席 那這個新東可能也是 升到八席至九席 如果九席就加兩席了 是啊 那因為你這個 九西不加的嘛 九西很多可能不加的 那所以你可能九東加一席 港島加一席 這個新東加兩席 那就變成了新增五席 這個就是那個 另一個最重要的法例的修訂 就是這個 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那個選舉委員會 那個新增 那四百個 你看回那四百個的新增呢 這個就是 正正是民主黨投共 就是出賣港人 這個 去支持政改方案的時候 沒有談清楚的條件 那這個是很荒謬 因為 你整個選舉制度 喂 你民主黨自己 拿多這個 十席 這個地區立法會的選舉 就當作是自己的利益得到呢 就完全忘記 特首選舉 市民參與的重要性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 整個制度行政主導的嘛 你立法會多五個十個 其實對任何的政策的決定 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特首的選舉 是最重要的嘛 因為你特首是操控所有資源 操控政府的運作 操控法例的定定 和有關的修訂的嘛 那所以 就是民主黨完全放棄影響立法 這個行政長官那個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就這麼輕輕放過的話呢 這個是最大的罪行 你看回這個新的建議 一千二百人的組成 和新增那四百個呢 基本上是令到民主派可以 新增這個議席的機會 在選舉委員會呢 是微乎其微的 第一 它的區議會那百多個議席呢 它用全票制 是 就是說如果它 就是 政府操控了大部分區議員 那個議向呢 他們一投票 就贏了那些議席 就贏了那些議席 你民主派都不用想 是 另外呢你看回它 很多的組別的增加 譬如政協又有 鄉義國又增加議席 是吧 還有它有一些的組別呢 譬如漁戶界那些又增加等等 它整個選舉委員會的組成部分 那個不合比例的代表性呢 還有某一些組別那些 就是 不合理的 就是百分比的增加呢 是令到選舉委員會 給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還有給這個保皇派 那個操控呢 是更加嚴謹的 譬如你 當時 上一次八百人的時候 梁家傑園可以找到一百人提名 可以參選這個特首 他加了這個特首的提名呢 由一百人加到八五人 你比例上好像 咦你由八百人加到 這個千二人 那你由一百加到 這個八五人 不是很過份啦 那但是你新增那四百個呢 差不多沒有機會 給你民主派可以拿到的 那五十張票就是根本拿不到的 拿不到的 那就是說呢 你拿來拿去都是過去 他可能過一百個左右 你沒有可能過到一百五十個的門檻 所以民主黨投共 給這個政改方案過了之後 這個偽政改方案